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可以說在學術上 是一個 一直大家都知道應當解決 而解決的很困難的事情 不過我是比較有信心的人 如果就現在對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這一篇文章 可以說是最值得幸福 而且最縝密的 因為這個問題 我思考了很久 創立了所謂的三話說 然後我兩個學生 一個是現在在東華大學的 許子漢 他的博士論文 就以兩百幾十種的傳奇劇本 做基礎 來探討這個問題 這幾年呢 我們在座的佩馨 他更從一種 細膩深入的圍觀 去探討 三話的 具體的現象 所以有我兩個前後的學生 來幫我印證 在我的這個 三話說的印證之下 目前是沒有人 做到這個程度 佩馨沒有人吧 沒有人 所以這是一篇 今天啊 很重要的論文 各位講義是這樣 那麼對這個問題啊 各位也要回想起 我常說的一句話 那就是我們中國戲曲啊 這兩個這個什麼呢 兩個重要的沒落 就好像中國大地的 長江黃河一樣 長江黃河 從西流貫 在北方的整個中國 留貫呢 在南方的整個中國 在北方的 我們就叫黃河 在南方的 我們叫長江 同樣我們戲曲呢 綿綿最久 到現在還一直綿綿發展的 就是北方的北曲雜劇 北曲雜劇 南方的叫什麼 南曲戲文 這兩個主體沒落 這兩個主體沒落 兩者之間呢 本來是 各自莫動 互不相設的 所以都採取一種 對立的現象 別曲 它就難曲 南別對立 雜劇它就細文 包括簡稱 北雜劇南戲文 或者北劇南戲 或者雜劇戲文 所以這樣的一個名詞 就有幾種稱呼法 全稱叫北曲雜劇 南曲戲文 彼此的簡稱有三種 北雜劇南戲文 北劇南戲 雜劇戲文 可是江河呢 它可以各自流動 景水不犯河水 南江不犯北河 可是汐渠啊 它在中國大地 當這個金元時代 金和元 元那時候就是蒙 叫蒙元 蒙古時代 它是北方 有金 還有元氏族 統一整個中國以前的 叫蒙古時代 南方 南方一直是什麼呢 宋 那麼宋和金對立 就是南宋 金被蒙古滅了 和南宋對立的 叫什麼 蒙古 也是南宋 當元氏族統一了南北以後 請問 北起雜劇南起西文 它還有沒有國界啊 沒有 沒有的話 他們會不會 彼此互相怎麼樣 互相廢流 互相廢流 所以 當他們 開始要互相廢流 我們先從這個沒落來說 以他為母體 以北扎劇為母體來說 那麼 他一直的發展 在這個什麼呢 在這個 應當是 應當是 在元中葉以後 他開始怎麼樣呢 開始啊 點牙起來 就說他的這個 文學呢 文人的成分高起來 文是化 然後呢 然後呢 他也往前發展 在這個什麼呢 從明初開始 尤其成化以後 明初 到這個什麼呢 可以說到嘉靖以前吧 可以說到嘉靖以前吧 南起 南起細文的 規格 注入給他了 我們這個叫 南起化 也就是說 南起細文的一些元素 注入給他了 那麼在南這個什麼呢 嘉靖連結 這個應當把他收成 這個應當把他收成 好 到了嘉靖 嘉靖孟連 有一個叫 魏良斧的 一個大音樂家 他把那個昆山槍 改揚成水魔吊 水魔吊 又注入了 這個 北起雜體 他一般呢 還說 嚴格說來是水魔吊化 水魔吊化 但是水魔吊的原本 是昆槍 昆山槍 所以也可以說 我們還是用水魔吊化 水魔吊化或者昆槍化都可以 所以 在這個什麼呢 嚴重業的時候 第一化 文士化 明初正德之間 南起化 嘉靖的時候 水魔吊化 一說他就 這個碎變轉型為 以北起雜體為母體 產生了一個新的混血 叫南雜體 南北呢 南北呢 交化以後 南北呢 交化以後 產生了一個混血 第二 就是南雜體 他是以什麼為母體啊 以北起雜體為母體 反過來說 反過來說 如果以南極細文為母體 對北起雜體為他 原代中葉以後 他開始什麼樣的注入了別曲 別曲畫 然後原莫名簇 在這原莫名簇 原莫名簇以什麼為這個基準呢 以琵琶劑 高明的琵琶劑 他完全聞人的味道 南起細文原來是民間的 所以有琵琶劑出來 我們說他文宿化了 同樣的在嘉靖末年 昆山水謀調畫 所以南起細文第一經過別曲畫 第二經過文宿化 第三水謀調畫 產生了一個新的混血 叫傳奇 各位先掌握這種綱年 然後呢 讀我這篇文章你們才讀得懂 也就是說一對南北呢 像這個血統並不一樣的 不同民族的男女 他們看 以誰為主要 為主體 這主體就叫母體 那麼都一樣經過山化 但山化呢 他的時間不完全一樣 秩序也不完全一樣 比如說北曲雜劑 他就先文宿化 然後再南曲化 也就是說南曲對北曲的影響 是慢一點 反過來呢 北曲對南曲的影響 早一點 為什麼早一點呢 因為那時候統治權是誰啊 蒙古人 蒙古人原代 原代就是北曲為主 所以他的那個北曲化就先 一直到原末的高明高折成的琵琶劑 才純粹進入到這個世代夫的所裡 我們就叫他文宿化 文宿化 那麼這個文宿化 其中呢還有一個啊 相當關鍵性的 使得傳奇啊 作者 忽然多起來 因為在明代啊 蒙古人的鐵堤解除了 漢民族呢又恢復到漢唐衣冠 所追求的功名利路 就有什麼啊 又科舉制度了 人人覺得 創作戲曲是沒有前途的 沒有必要的 不像元代呢 那沒有辦法 創作這個是為了討生活 而明代呢 因此有百年之間 幾乎沒有作者 幾乎沒有作者 那中間 就是 中國歷史上算一個很屌噹噹 很這個 不正經的皇帝 就是加怎麼樣 怎麼樣 鄭德軍 明武中鄭德軍 他呢 由江南有一兩年 那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一段啊 強調他 提升他在戲曲史上的 這個地位和影響力的 是我們在座的佩勳 佩勳你就把這一段話 替老師講一講 你講的一定比我好 就是 我當時候的研究呢 是關於說 為什麼能夠在明代進入 就是恢復到整個就是 和民族統治的情況之下 可是為什麼戲曲的地位 能夠突然就是恢復呢 我認為他應該用一個更強大的一個外力來影響 不可能就是無緣無故 這些文人們願意再重新投入戲曲的一個創作 那當時候我觀察到的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是整個明代的劇台 他必須要到可能是萬曆年紀以後 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什麼神景啊 湯賢祖之後的那些劇本 才是我們認為是比較經典代表現劇本 可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說 那請問在這些所謂經典劇本出現以前 到底有什麼力量會讓文人們 重新願意回來寫戲曲 如果戲曲在元代送元以來 他是屬於比較民間的 或者是說他們是屬於這些 沒有身分地位的人要去從事的事情 那為什麼像我們後來知道 湯賢祖神景或者是徐大富等等那些人 他們很多人都是有官職官位在神的 你把那個人名寫一寫 對 那我當時候的思考就是說 為什麼會是落在正德跟家境眼間 而且其實在我們所熟悉的劇本裡頭 在家境這一個時期 其實已經有一些劇本已經出現了 然後比方說是香囊記或者是 就是那一批的劇本裡頭 那我那時候的觀察是說 因為在這個所謂的正德年間的時候 剛好是發生了就是武宗男局的一個事件 那武宗男局這個事件呢 他在江南所停留的時間 基本上基本上橫跨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這個皇帝就是明朝前期裡頭 就是屬於非常喜歡好玩樂 然後不務正業的一個皇帝 然後他就是想了一個很奇妙的 就是剛好那時候江南發生了 就是有一個王他叛亂了 可是明明那個事情呢 其實已經被王陽明平定了 但是他就是堅持就找一個理由說 不行我們要上去就是清軍策 我們要去平定江南 我們要去安撫江南的百姓 他其實就是故意找一個領目下江南而已 那我們都知道武宗男學後來這個 就是大家在清代的劇本 就是所謂的那什麼龍鳳 用什麼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整個後來用武宗男學下去 龍鳳墊那個故事 就是用武宗男學的這個 有江南這個背景所發展出來的戲劇 但是他們清代能夠把它編成戲劇 在有時候歷史上真的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回到這件事情身上 武宗男學對於整個泰國流域 就是所謂的南京精靈 然後以及就是整個那邊的就是 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謂的這個蘇州的這一帶的 影響其實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說因為武宗他剛好就是在 整個泰國流域的附近停留的時間夠長 那當地的文人們就是要說 黃帝來了我們一定要進獻 就是他想要看到的宮廷裡面看不到的那些熱鬧的 好玩的新鮮的戲劇給黃帝看 所以當時候呢 而且那時候武宗男學夏江南的時候 他其實是帶了自己的幽靈戲班 就是他平常的樂師下去的 然後呢 那些樂師基本上的宮廷都是以北曲的音樂為主的 但是他平常已經聽完了聽膩了 所以你夏江南當然是要聽新鮮的 有趣的他們也聽過的 所以那個時候呢 比方說就是當地的一些文人 比方說像徐玲那些等人 然後就被召集來講說 欸那我們就幫為皇帝專門來寫一些 就是給皇帝討皇帝開心的一些劇本 所以才會當時會有幾個文人被叫去 然後專門為皇帝寫了一個劇本 而這些劇本剛好都是在正的年間發生 而這個劇雖然說目前看起來可能只有兩三個劇本 是跟武東南徐夏江南的事件是最密切相關的 但是因為皇帝對於南徐 南徐的一個熱衷跟喜愛 我們認為他影響了整體 大家在對於寫戲曲劇本 特別是南徐這種南徐新聞 是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那這件事情之後才會有所謂後來家境年間 在當地就是蘇州那一帶附近那些流域附近的人 即便他們是屬於這種聲援階級的 就是他還沒有考上所謂的秀才技式的 但是他以前有初級的這樣子的科舉的身分的人 他們會覺得說那他們來從事戲曲的創作 好像也不是一個這麼丟臉的事情 不然你會覺得說為什麼從明初的 應該是說從元代從琵琶記高明之後的 這個所謂的文人的身分 為什麼會跨到明朝初冥政的年間到家境年間 以及到後來的就是所謂的萬曆巨壇之間 為什麼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空白 所以根據我的研究 我是認為一定是發生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正視力 或者是一個外力 才讓當時候明代的文人們 願意就是覺得說我們不一定要寫北曲 因為皇帝竟然就覺得 英南曲是有意思的、有趣的 那他這個事件影響了當時候有幾個文人們 特別為武中寫了某一些劇本的競線給他看 那後來我有把他考證出來 那有了這個政德的這個事件之後 家境年間在這邊沒有身分 沒有就是正式科舉考不上官的那些人 他們也才會覺得說 那我們也來就是跟著一起創作吧 那有了家境的這幾個劇本之後 才會有後來的萬曆年間去談的一個 就是大興跟大勝 所以這個是我那時候在補充這一段 移出的歷史的時候 對於文事化的這個心血部分 給的一個比較進一步的一個研究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各位這個 讀書做學問啊 是一個很艱苦的立場 類似佩心剛才說的那樣 類似佩心剛才說的那樣 他要花很多時間 終於把一些空白填補了 所以使得這個論題就更加的堅實 我這個三話說啊 說了幾十年 從我年輕的時候就說 大陸的學者也普遍都採信 因為我在大陸講演的時候 也不只一次的有朋友來鼓勵我 或者來遺養我 說這個男性傳奇的這個問題啊 就只有你那個三話說 說得對大家最能接受 那我們呢 這個是不是平白啊 來設想的 所以各位啊 這篇文章呢 並不好讀 但是如果你們用心的讀 就可以領會到 一個學術觀念在那麼多的學者 兩岸的學者 兩岸就 台灣這一岸就只有我一個人 大陸那麼多的學者 而中夷呢 定論的是我們這裡 而不是他們那邊 所以啊 也不是說人多少啊 就一定 只要我們思考邏輯啊 抓得住 其實是更有建樹的 各位看看 像這篇文章 我的處理的方式 我為什麼喜歡把這個目錄啊 文章的目錄 都擺在第一頁呢 因為這個啊 讓讀者啊 很清楚的 就能抓住你的思路 如果沒有這個 你還要翻翻到半年 翻前面 往後邊 不是 翻後邊 往前邊 你擺在這裡 整個架構 整個架構 而且這樣的架構呢 我等於告訴同學們 你們對一個問題的處理的一個 建構的一個基礎 不 應當怎麼樣處理 才會比較妥適 你看 台頭我總有一個引言 最後有結語 你們不要小看這一點 好些的學者啊 不會寫結論 論述半天 沒了 我的好朋友啊 這個包括也都很有名氣 怎麼說了半天都沒有結論啊 就很奇怪 注意 還一個問題 一定要有結論 告訴讀者 我 只要的主器在那裡 還有呢 我也和各位說過 有很多學者 不標目 一段一段就要滾下來 說了半天 他自己在說什麼 他最後他要忘了 這個就理路不清 那為什麼應當有個引言呢 注意 引言往往是最後寫的 引言不一定要最前面寫的 為什麼啊 引言如果最前面你能寫 就是你對這個問題已經十分清楚 你胸有成竹到幾點 而往往 往往我們是 在論述的過程裡邊 一邊論述 一邊 一邊 建構自己的理念 而到最後 是清除 精密的 在清除精密以後 你回過頭來寫引言 就會給讀者一個最明確 簡單 惡要的倒影 注意 我發現了好多人 開頭就寫不下去 常有的現象 然後一拖就是畢業不了 我教他一招以後 他就畢業了 哪一招呢 你先建構你的想法 你這個想法 是不是完全就是這沒關係 你先把它建構起來 然後你覺得這裡邊 哪一張哪一節哪一部分 我心裡邊最有感受 我有話要說 我就先寫這個部分 寫這一部分 你寫的話 你有信心 而且呢 它就會自然產生前後的 關聯作用出來 於是你就說 哎呀這個 我在前面應當要如何來 和它連綴在一起 我後邊如何來開展它 前後就可能又出來 然後一步一步呢 就可以把全文 慢慢的把它結賺起來 縱使每一個章節起先都 沒什麼關係 但是你各自都見過好以後 從頭梳理思考一遍 把它梳理起來 也就可以成篇成章了 我常常啊 救了好幾位這個研究生 不是我指導的 論文寫完了 那他的教授說 你這裡邊看起來不對耶 怎麼按題目 好像沒多大關係耶 那因為他上火課 在班上 這種情形不止一次了 那給我看 我說 我說 你相信不相信 十分鐘以內 我會讓你高興的這個跳起來 我說你這個都入體了 只是你沒有使自己入體而已 你寫的都是題目需要的 我幫你改 結果我幫他改了 把那個標目 調理一下 加幾個字 一個一個就往那個題目的核心靠攏 成竹就出來 他寫的內涵 把那個沒落竹虛 剝落到問題裡邊 不孤立了 不孤單了 於是他就成為一個整體 他看起來後 簡直感動了這個 就是自己啊 其實已經禁認在裡面 都在討論內 反啊 自我啊 沒有迷失在 這個 迷失在裡面 所以各位 你們一定要記住 常會碰到的現象 好 像這個問題 我們的題目是 南北戲曲之交話 以南戲為母體 產生明清傳奇 明清傳奇怎麼來的 就是南北戲曲交話 好 那站在哪一個為觀點呢 為主題啊 南戲為母體 這樣一個過程的考數 這個題目把考數兩個字拉得那麼遠 實在是 好像也打不進去了 好 也就是要考數 什麼叫考數呢 就是要有證據 然後呢 把這個證據 呈現出來 但是數呢 還要說起來容去莫 讓你看啊 就清清楚楚 這叫考數 如果光一個考 那就把證據類出來 加簡單的暗語 什麼之類的 有一種全家 考居學的那種味道 那我們這個呢 包括有論述 就是要引導讀者 進入你的學術的境界 其實哪一個更難啊 考數啊 比較容易能夠說服人 理路要更清楚 好 你看我們第一呢 傳奇之命意 各位還記得不記得 我一再強調 要怎麼樣 你研究對象的明 和實的問題 那麼這個實呢 就是它 最正確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說的 產生的傳奇 那中國人啊 自古以來有個毛病 常常對明實呢 不太講究 所以同名義實 或者一名同實 或者一名呢 多益 的現象啊 很多 所以在這個呢 我們就傳奇這兩個字 把從唐代的文言小說的傳奇 也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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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公釣 也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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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奇細聞 也稱傳奇 也稱傳奇 那我們這裡的傳奇 到底定位在哪裡呢 這個第一要把它定位清楚 我們這裡的傳奇 和上邊所說的都不一樣的 我們要賦予它什麼呢 意義 這個前提說了以後 要使這樣的一個名義 你為什麼要這樣主張 就是近代學者 各說各話 許許多多種的說法 包括我的老師 我的學生 我的朋友 但在學術裡面 你就不要管他老師 學生朋友 你就 理路來 政績來探討 在這種學術論辯裡面 各位一定要注意 第一 不能用 沒有必要的筆墨傷損人家的 人格 或者人家的意見 或者露出你自己的狂妄 或者是這一些 有些人呢 得一點理就不饒忍 這種人啊 大家都認為可怕的 九二九之內 人人敬畏 然後就 海峽兩岸都有這樣的 他就是那種習氣 沒辦法改 抓住一點 就否定別人 而且口吻非常的不友善 這個各位千萬千萬記住 不可以 但是呢 縱使對自己的老師 該有所論辯的時候 你也不客氣的要提出來 那麼 比如說曾老師呢 似乎還忽略了哪一點 你用似乎還忽略了哪一點 或者你的朋友 你的長輩 你都用這種比較尊重的口吻 人家看了 就不覺得刺眼 你只要表達你的意思 說清楚就可以 所以在這裡 第二節 第三節 這兩節呢 等於就把傳奇這個概念 學者已經有哪一些說法 如類出來 依依加以探討 批駁 你必須要批駁他們 才凸顯自己的看法 這在學術的歷程上 也是必要的 也是必要的 當然 最後 多要說 你為什麼不同意他們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為什麼我可以超越他們 為什麼我這樣說才是正確的 那這些就要看你的論述 從你收集的資料 運用資料的能力 還有 你的觀點正確不正確 你的邏輯是不是整理 讓人信服 這就是看你自己 那麼 要建構自己的理論 然後慢慢成為學術界裡邊 大家都忠於說 某先生的說法 就是罪可以取信的 到這個程度的話 就要堅實不破的證據 和條理井然 引人入勝的論述 所以光這一點 我從提出三話說 在課堂上 你們的學姐啊 聽過我這個的 從王安吉 林鶴宜開始 那中間呢 我又停頓 我就覺得我三話說 也已經有自己的看法 那剛才我說 有許子漢呢 他花了那麼大的功夫 他從棺木 從情節上 戲曲的情節 怎麼演變 藍曲戲文的情節 怎麼演變到傳奇 傳奇有什麼特色 什麼叫情節的演變呢 因為越早期的情節結構 各位覺得一定是簡單的還是複雜的 簡單的 主要情節 慢慢一定會發展什麼 主體情節 反面情節 對不對 反面情節 再來就會從主體情節發展出次要情節 來襯托主體情節 看他這個演進的歷程 所以藍曲戲文一定是從簡單的 到了 慢慢演進到傳奇 他的情節結構 發展到最後一定是 正面情節 反面情節 襯托主要情節的次要情節 襯托反面情節的背景情節 對不對 類似大概這四方面 然後呢 起先是末路 直線這樣衣綁下來 到後來是穿插 穿插 這個像織布一樣的 當然就越來越能引人入上 那這個當然就是 他到越來越進步的現象 所以襲子漢就分作五旗 五旗來論述這個問題 第二呢 許子漢當然是我的學生 所以是從我教他的排場三要素 我所說的排場的五個要素 第一就是棺木 角色的運用 還有這個連套排場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棺木 棺木就是穿戴棺木 我有五個這個條件 他就取那三個去論述 那麼第二譬如說角色 最起先的角色運用的當然是 簡單還是複雜啊 簡單就只有角色剛演 生 淡 靜 莫 醜 再進一步發展 在淡發展是一個老淡 老淡 六個 那這個 這個生呢 在發展一個外 老生 就七個 後來 生呢 也發展一個小生 就八個了 淡呢 再發展一個貼淡 那就九色 到最後清代的十二色 十二種角色而已 類似這樣的眼鏡 在哪一個時代 幾乎都有一個現象規律出來 那最麻煩的就是 取牌 連套 許子漢呢 對於取牌連套 他當然花了很大的功夫 那佩馨呢 很仔細的考察啦 其中啊 有一個 你那個叫什麼牌啊 有一個曲牌啊 你不是考 琵琶記的那個 怡春令是吧 那會不會選那個 那曲牌要從這個 那曲牌要從這個 一個曲牌如果 從南極細文把它考察下來 他的體制 他的規律 他的歌唱 都有變化的 不過這個是要花一點功夫 又要懂得歌唱 懂得什麼 是比較艱難的啦 比較艱難 還有一點啊 就是曲牌的 這個他的 曲牌在這個 本身的地位的變化 比如說原來是影子 做影子 到後來變成過去 由影子變成過去 由不定的規律 變成定的規律 這個是都可以看出 它演變的跡象 那像這個都是南極傳奇之間 的一種內部 內部這個什麼呢 可以說 質變 從曲牌的質變 這個細微 經微的質變 連套的方式 我創了一個連套的方式 就是砸醉 像砸醉 這個大家也都用了 就是亂七八糟 沒有 沒有規律的 想到什麼就抓一個來 你看 宿航現在歌詞戲裡面還有沒有砸醉 有啊 歌詞戲裡面歌唱的時候 想用什麼調抓來就唱 想用什麼調抓來就唱 他就是 這個曲牌我可以用 那個曲調我可以用 砸醉 最原始一定砸醉 慢慢的這些曲牌就變成 也會像人一樣分黨接派 這幾支曲子 老的掛勾在一起 他就形成一個小物 叫做曲主 所以曲主是我發明的 許子漢就把它發明 改成曲斷 沒關係 他總要和老師有一點不一樣 事實上就是曲主 曲主 這個在戲曲裡面是很明顯的 像帶過曲就是最原始的 圓雜劇你們留意看 曲套裡面 總有幾支曲子 老師連在一起 比如仙女 點將醇 混江農 油葫蘆 寄生草 有七支曲子都在一起 這七支曲子也可以剪為四支曲子 形成一個group 那麼這種曲主 他就會在戲曲的演出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成一個排場的應用 當場面比較大 他就用七個曲子來演 比較少他用四個 但是他們都揪在一起 所以圓雜劇的那個套術 這個余維銘先生發現 我覺得很好 就是曲斷和單曲之間的連綴 曲主是我發現的 但是他發現是曲斷 他也說 他叫什麼 他大概也叫曲主還是什麼 和單曲的連綴 的一種架構 它分作幾樣 我覺得他觀察得很好 可以採用 類似這樣子 你看這都是一種 研究眼鏡的過程 如果許子漢不是從那麼多的書去觀察 他就看不到這些眼鏡 佩馨如果沒有從歌唱 還有這個什麼呢 南北曲之間 從和腔 和腔也是我發明的 從和腔 和套 到別曲的連套的一些現象的分析 也無法看出 他質變的過程 所以我們要說三話 你就要具體的把這些列出出來 南曲細文到傳奇之間 是有這些遠見的 所以他們不一樣的 不要像古人含混龍頭 並沒有把南曲細文和傳奇分開 然後我又從這個什麼呢 其實古人裡面明代的那個誰啊 李天成 李天成已經早就告訴我們傳奇是有舊傳奇新傳奇 就是用昆山水魔調來唱的才叫新傳奇 在這之前 用海員槍 亦陽槍 魚腰槍 魚腰槍 乃至於比較原始的昆山槍 都稱為舊傳奇 那舊傳奇呢 其實就是宋元南戲 要過渡到傳奇的這個中間的 已經開始直變的已經開始直變的劇種 所以它站在南曲細文的立場上 它就是新的南戲 就是明代新的南戲 站在傳奇的立場上 變化完成的立場上 它是舊的傳奇 我把這些一說啊 這個戲曲史的分野啊 裡面的劇種的演進啊 也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這一篇文章呢 就是你看 從棺木、角色 還有套室 這主要就是採取的是 我三話說裡面 徐子漢他的驗證 那麼第五章呢 南戲三話碎變傳奇 是進一步探討 別曲化的體字眼鏡 文式化之體字眼鏡 和昆曲化之體字眼鏡 這個就是佩欣博士論文的要義 所以我兩個學生啊 等於幫我把這個學術那個加強強化 這一點啊 是我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別的老師啊 不會師生合作起來 完成一個事業 其實 這個戲曲學術的大問題 我相信 經過我們這樣處理 他的完整整密度啊 就 超過這個 超過這個以往的人很多 很多 那麼各位 像這個南齊戲文 新南戲或舊傳奇 和傳奇 他的代表作啊 像南齊戲文的代表作 論最古老的 最原始的 就是 張邪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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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會不會誰啊 他是 南宋 南宋 中叶 大開 就是 少西年間 這個 光宗 少西年間 左右的作品 拿來永樂大典 另外兩部 大概是元代的南區戲文 就是 換門子弟 錯立身 換門子弟錯立身 他還有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可以看出 元代啊 家庭樂班 戲班 他的生活情形 所以是戲曲時 演出時很重要的一個書 還有 小孫圖 就是兄弟間的 一個社會倫理劇 這三個呢 是目前啊 最原始型的 南區戲文 但是 換門子弟錯立身 和小孫圖 世上都已經 有所 遠近 是 起碼 他在 文學方面 已經有初級的 文書畫 初級的文書畫 他 他的音樂呢 已經南北級交化的 相當 一陣子的 這種作品 這種作品 這是 這三部 另外 就到了 那 我們現在說明初 五大傳奇 其實他 都是元代的 那為什麼 說明初呢 因為都 經過 除了琵琶技以外 都經過 明代的人 發展到 明代傳奇的 體制規律 新南系的體制規律 重新 整理過的 所以 他 有明人的 手腳 筆墨很多 混雜在裡面 他 無法再作為 元代南系的 典型了 但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保留了 南系的 風味 比較多的 那麼其中 兩部影響最大的 就是琵琶技 還有 拜月亭 這兩部 有些人 像 何元南 何良俊 他就主張 他超過琵琶技 那王世貞 就不以為然 所以 引起了明代 一個論爭 到底琵琶技 比較好呢 還是拜月亭 比較好 另外 有一部 在音樂方面 也影響 也影響很重要的 叫 精采技 精采技 在這個 連套 體制規律 他影響 後人很多 就像 琵琶技 也影響很大 所以這個 體制規律 在這個 連套音樂方面 影響最大的 就是琵琶技 和精采技 也就是說 他的連套音樂組織規 自己本身 都超過一半以上 是明代的人 都延續下來運用的 那麼現在一直還 這個 李三良 莫妨產子 就出於 琵琶技 也不是白兔技 另外還有殺果技 是 原雜劇本身就有 像這個 也是屬於 明代 新南式的範圍 他的這個著作 原始著作 是元代 但是現在的面目 已經沾染了 明人許多的成分在裡面 明代 明代的 新南式 的一個 時代的界線 就是在 嘉靖末年 明世宗皇帝的嘉靖末年 以哪一個劇本為分野呢 就是 梁晨宇的 緩殺祭 梁晨宇的緩殺祭 以前的 以前的 屬於 明代的 新南式 或者舊傳奇 以後的 就進入了 我們所說的 這個 新傳奇的時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們所說的 三話說 以後 有些學者 有些學者 包括我的好朋友 北京師範大學的 郭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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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英德了不起是什麼呢 他看了五百多部的 明傳奇 哇 這個功力啊 在年輕的時候 像他這個 我是極為佩服的 所以他寫了一部書 就明代傳奇中路 也寫了一個 明代傳奇史 但明代傳奇史啊 因為他寫作的 這個 評論性並不高 不像這個 明代傳奇中路啊 他有工具書的味道 就是每一本 劇本 他都情節提要 版本提要 劇作家的 這個 這個 簡介 他的劇作家簡介 他都列出了他的 生平資料的來源 同時也 把古人 對這個劇本的評論 他也 也寫了 所以是 就是 我們了解明清傳奇 了解明清傳奇 的一些啊 劇本的故事 劇目 做作家 很簡便的 一個書 也是他的博士論 所以 他這個書啊 可以說建議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地位 那他說啊 說這個 腔調和 他有沒有說過 體制劇種 腔調劇種 沒有吧 這個是我說的 他沒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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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能分清楚 他全部都是用傳奇啊 他就是用傳奇的 他沒有分 因為我把這個劇種啊 是 從三個 基礎去 論述的 一種就從 藝術 藝術的高低成就 或者 遠距和成熟 就是有 大系 小系 我系 這三個類型 藝術 從藝術上 還有從體制規律 體制規律 就別取雜句 南曲戲文 還有 這個傳奇 藍雜句 和這個 清代的 亂談 《皮王亂談》 《京劇》這一次 腔調劇種 那就很多了 不同的地方生腔 就產生不同的劇種 所以 海原腔 就產生海原系 易陽腔 就產生易陽系 魚瑤腔 就產生魚瑤系 昆山腔 就產生昆巨 就像 幫子槍 就產生什麼樣 幫子吸 皮房槍 就產生 皮房吸 等等 這叫腔調劇種 郭英德 郭英德 和其他一派學者 都認為 任何一個體制劇種 是可以用不同的腔調來唱 那 這個呢 有些確實如此 有一些 不是如此 你像易陽腔 能來唱昆巨嗎 有沒有跟我聽過 易陽腔唱昆巨的 絕對沒有 易陽腔所唱的傳奇 和昆山腔所唱的傳奇 絕對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昆山腔所唱的傳奇 一定是精緻化的傳奇 那個 易陽腔所唱的傳奇 是傳奇體制規律 被他滾調化 被他體制破壞的傳奇 所以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可是這個問題 包括我另外一個朋友 做 做什麼德啊 北京那位 北京那位 周什麼德啊 周易德 周易德 對 周易德 都是很熟的朋友 他 這個 做過戲曲學院的院長 所以像這些啊 也是一個 有兩派 爭露不休的問題 那麼就像這個問題 我們這篇文章裡邊 佩馨也提到了 也用她的觀點 來否定他們 那麼在 楊承宇以前的 這些 所謂 新南系 比較 就是有個大學士 我這個名字老是一下就忘記 那個很古板的那個叫誰啊 邱駿 邱駿的五輪全輩記 哇 他這一部戲曲啊 很可怕的是 那個東宏的思想啊 一家人是五輪全輩啊 五輪是哪五輪啊 軍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朋友 這五輪呢 都 百分百 這種戲還聽看嗎 沒有趣味 但是他的叫化的功能 他就是把 琵琶劑 適度的一種 適度的一種 叫化的意義 然後 這個高明他說 非關瘋話題啊 眾好也突然 如果 戲曲沒有叫化的意義的話 再好也沒有意義 其實中國的戲曲啊 我是曾經把它做鳥看式的分析 這篇文章我們發表了吧 我這戲曲的幾個重要功能啊 戲曲創作的動機和目的 在哪裡發表呢 是中華戲曲是吧 大陸的中華戲曲 老婆管這一篇文章我們 是發表過了 應該是在大陸的中華戲曲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人創作劇本 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目的寫下來 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目的寫下來 不出這幾個 第一 就有一種幽靈奉劍說 就是要怎麼樣 一奉劍與古蹟灰寫 有一種諷刺的味道 讀書人如果怎麼樣 不得已 會不會在劇本啊 寫一些罵罵人啊 這是諷刺 第二 諷刺像太史公是不是諷刺啊 太史公的史記就是諷刺 第二 就是孔子所主張的 欲教娛樂 教化說 這個股勢力最大 這第二 第三 那就是 那就是 這個 賞心樂事 覺得 戲曲就是要娛樂的 娛樂說 第四 書情 那每一樣都在書情 第四應當就是愛情 永遠寫不完的愛情 而且幾乎是十步傳奇 酒相思 愛情 第五呢 就是 有一種 抒發自己的 憤懵 書憤 推行你說這個書情是 書憤 因為古代 做戲曲啊 的創作者 我把它觀察 大半以上的人 都是科舉考試 及格不及格的啊 不及格都是哪一階層不及格啊 就秀才 永遠當選 就考不上舉人 或者舉人考不上近視 有時候還可以去做縣長啊 或者做中學教員啊 當初中學教員 叫做輔學信導 輔學教授 那如果做校長就叫教育 育會學吧 所以去做 就等中學校長 你如果看這個說 做什麼輔學教育 意思就是 研製編一個桌語 這個就當了校長 還有輔學信導 類似信導 這些 還有 裔學教授 就是 老師嘛 既然還可以有一點官做 這種官大概都是怎麼樣 八坪左右 八坪 秀才最糟糕 只能做怎麼樣 做胡孫王 教師俗 這種人永遠吃不飽 穿不暖 所以寫起劇本來 怎麼樣 憤悶牢騷最多的就是他 就是柯長詩翼 或者禮上公車 類似這種人 所以他呢 就書分 第五種 還有一種 是晚清明初以後 政治 政治的什麼 工具 寫劇本 就政治工具 晚清宣傳革命的工具 國共鬥爭的時候 國共鬥爭的工具 抗入戰爭 抗入宣傳工具 反共抗二的時候 反共抗二的工具 我個人最不喜歡 文學藝術被當作工具運用 所以我都在最後都要罵一段 最後這個工具論的我一定要批判一番 永遠寫不完 永遠寫不完 會繼續寫下 寫得最多的 永遠是什麼 愛情 愛情這個題材 好吧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許多了 得到這裡 感谢观看